哥罗西书第四章 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地带仆人, 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 你们要横切祷告,在此敬行感恩, 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 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 叫我按照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 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 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 好像用言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 由我亲爱的兄弟推击鼓, 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 他是忠心的执事,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 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 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 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 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兄弟阿尼西某同去, 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 他们要把这里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 与我一同坐肩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 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 说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 他若到了你们那里,你们就接待他。 耶稣若称为尤士都,也问你们安。 奉歌里的人中,只有这三个人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的, 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 有你们那里的人, 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福问你们安。 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 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 信心充足,能站立的闻。 他为你们和老底家并希拉玻璃的弟兄多多的劳苦, 这是我可以给他做见证的。 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玛问你们安。 请问老底家的弟兄和宁法, 并他家里的教会安。 你们念了这书信, 便交给老底家的教会, 叫他们也念。 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 要对亚基布说, 勿要谨慎, 尽你从主所受的职份。 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 你们要纪念我的捆索, 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